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铁岭有很多商品可公转卖到其他地区 那时候东北到处都有日本的入军和商行 铁岭也不例外 这就是铁岭商品陈列厂 肯定是商品极为丰富 才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吧 至于说到铁岭的历史 更是悠久 不说七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 只说明朝即是有铁岭位 天津当时也是一个位而已 本图为铁岭首山附近 看看铁岭火车站 轨道可不少 就算到了如今 很多县市的火车站也就一两条铁道而已 而且据网上资料 2017年铁岭市区人口60多万 而大城市的人口标准是50到100万 所以说铁岭市大城市 绝非吹牛 只能说是持嘲笑态度的人 自己对历史 地理和现实了解得太少了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